你给阿姨说说制作一个变形金刚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个就是得有核聚变 第二个就是得有压子自装机 第三个就是得有超级超硬的文化晶 当然你合金还用的 第三样别合起来 核聚变是什么东西啊 核聚变 就是核聚变产生能量 就是一个键瓷大小的东西 它就比现在的化学燃料火箭的功率还高 那个能量还高 是高的好多好多好多 核聚变是从哪来的 核聚变现在还不行 还不能装饰 什么东西都对付不一样 这么高的温度 核聚变是要多度你知道 一亿度 一亿度 你不能两秒钟完事了 所以它就要无限的核聚变 核聚变 原子弹是不是核聚变 不是 那原子弹什么 就是裂变 裂变 核裂变 火星呢 火星是没有大气 你还想要什么磁场 火星没有大气啊 磁场的大气层外面 磁场大气层外面啊 大气层是保护人类的 大气层是保护人类的 磁场是保护大气层的 磁场是保护大气层的 大 那火星磁场哪儿去了 都被太阳风拨走了 太阳风啊 太阳风是个什么东西啊 太阳吧 它就是一个球 然后外面几个光吧 但是还有一面的光 是非常少 那就是六分 六分那地方就长时间 发生太阳风 其他地方就比较少 地球也受到了太阳 这个袭击 那袭击掉了吗 谁在保护地球啊 那你还用问吗 磁场呗 有人说这个光子平均 顺利是多少 嗯 那个 这有点太bug了 光子没有禁止质量 嗯 所以理论上你都不能把一个光子 禁止的放在这些测量 理论上推测 光子永远都不可以衰变 顺利就是无限的 它时间不流淌 bug是什么意思 bug bug 就是有错误 有错误 那个 如果bug越大 它就会 它就得越 越怕 我们能看到吗 这个例子 例子用肉眼是看不到 有些 比光的波长还有 根本就看不见它 那个看不见的物体 不一定 它就是不存在的 看天上的月亮 这月亮就消失了 这是暗雨伞接受不了的 看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一个东西 并不在于 它不存在 看这个词 它有物理含义的 嗯 也就是有光 打到物体的身上 嗯 你才能看见它 嗯 啥要是太阳的 看不到呢 对啊 那个 我们就可以 发射一束电磁波 嗯 那个 然后 计算出它 反射回来的时间 嗯 求除 它的位置 嗯 比如说 我发射一道电磁波 打到电子身上 我就能看见它 但是大家注意 这电子是很轻的 嗯 这个电磁波 打到电子的身上 这电子就被打跑了 这时候你的动量 就已经不准确了 啊 对啊 你测出来它那个位置 就不是它现在的位置了 原子弹是原子 原子 原子是什么组成的 是分为原子核和核外电子 电子是肉与原子核转的 不是在原子核里面 原子核它仇硬啊 它里面原子核是有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质子和中子又是有更小的粒子夸克组成 最小的夸克 顶夸克 但是有一种东西比电子还要小100万倍 什么东西啊 照着 数不一致 也是一种类子 也是一种类子 它们穿透任何东西 哦 所以要么猜测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暗物质 暗物质 哈哈哈 就是在宇宙中存在的大量的暗物质 我们检测不到也可以 暗物质是暗能量吗 不是 暗能量是暗能量 它不是一种东西 反物质是暗物质吗 不是 也不是 火山 哎呦 算就差几个字 但都不是 大名品色山是火山 那就没有火山 就三种火山 一种是火火山 一种是死火山 一种是就没有火山 它就属于就没有火山 一种是